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爱 似情 似心 如似戀 似前 为何传播 变造 似远 大哥 你查清楚才好 是我儿子不会杀人的 爹 爹 救我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了 爹 爹 大哥 爹 救我 大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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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吧…大少奶奶有名 我們每個都要合一張嘴 永南, 跟我進房間 拿兩片芯給我合一合, 氣頂 我也有應酬, 我先走 老爺 大夫, 我爹的病情怎麼樣 老大爺一年多又回不上客 而且受到這麼大的打擊 我看有些麻煩 大夫, 你要盡力救我爺 醫者父母心, 能夠的我當然救 但是老大爺現在的情況 好像有盡登夫一樣 大夫, 照能夠救到我爹的 多多錢我都花,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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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儘管開張方給他, 盡力人事吧 麻煩你 阿全 爹 大夫, 你無論如何都要救阿君出來 他多不好, 都是沈家的子孫 我知道 放心吧, 爹, 我會的了 這個臭小子, 沒用 做出這樣的事 我真的愧對列祖列宗 阿爺, 你別這麼難猜 阿爺, 明早一早 我會去巡報房打聽消息 阿翔, 翔爺 阿爺, 你這次趕到回來 讓阿爺見見你 我就想死, 也死得眼閉 阿爺, 別想了這些事 你一定會沒事的 我…我自己知道自己是 阿爺, 心家以後, 就靠你了 爹, 你休息一下 別說這些話了 阿彬那件事, 我會盡力給你打電 昌華 阿爺 昌偉 阿爺 你們以後, 就要生性做人了 我會的, 阿爺, 你放心 阿爺, 你休息一下 我們會打理你自己的 大夫真是這麼說太老爺 他只能知道自己在那裡 起勢拿著老爺雙手 說沈家以後就靠你了 還叫我老三生性 濕叔吩咐為儀 是不是 一天最壞都是你的 平日家裡有甚麼事就躲起來 只會惹惹賭債回來 好吧, 現在太老爺這麼說 就當你不是惹了 那現在怎麼辦 阿爺, 阿爺和爹是疼老死的 那豈不是這麼說 太老爺現在是老頭近了 那你不就生生性性 站在他身邊, 服侍一下他 那就多分給你一點 那豈不是 爹還生動動在那裡 那些身家何時留在我們手上 那豈不是這麼說 你阿嬤生前就剩下很多家契 田契、地契 或者他先拿出來分了 再說, 老爺平時不理事 或者他嫌麻煩, 隨便分下去就算了 是呀, 這樣也有資 所以你不要整天丟出去, 留在你家裡 不就吃虧的那就是你 不敢啊, 爹經常疼老四 你說這件事… 你肯定了, 那個壞鬼書生容不容易應付 最怕就是那個三房 老三?他也不理事 最糟了他老婆厲害 整天說外家有多少錢 你肯定了, 尤其是那個崩子也不理事 你老公真是不懂得回覆 尤其是沉香就當木頭 那倒下你一個日子自己去書房睡一會兒 如果要給我, 別說對你一輩子 下輩子我娶你做老婆, 我也會完蛋了 你沒事, 最好就很甜蜜滑的 那倒是呀, 我心裡對你怎麼樣, 你不知道嗎 你只有一個說字 經常說帶我去哪兒 又說帶我去做官太太 現在就沒一件事了 不是呀, 我本來下個月想帶你走的 但現在想一想, 還是遲一點 為甚麼 因為老大爺現在死了 我們要等他兩腳一身 看看有甚麼好處, 慢慢走都沒錢 我以為你打甚麼如意算盤 現在沈家都愛強中肝的 有甚麼好處才行 我不是這麼說, 正所謂爛船有三分釘 如果我現在跟你遠走高飛 你爹知道一定會原諒我們的 到時候沒有他接濟, 我們怎麼樣 那你還說他沒有甚麼局長位做的 是呀, 服長位也不錯, 多小一點 我和你都習慣用慣的, 那怎麼辦 無論如何都要等這一筆才行 聽我說, 這陣子做足門騙功夫 好, 有便宜, 不用洗鏡的嘛, 是吧 唉唷不要, 不好啦 不要啦 大小奶奶, 剛才去佛堂那裡 和太老爺上香作福啊 是啊 為甚麼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你沒甚麼事吧 好 姚祖, 我看好了, 你出去吧 姚祖, 你快點大個董事 姚祖, 你媽在這裡真的度日怨烈 你的叔叔阿嬸又不生息 這頭家我也不知道怎麼當下去 姚祖, 你快點快點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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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長官 大哥, 大哥, 救我 大哥, 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郡, 你為甚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我只是一時錯手, 我沒有心 你替我求爹, 無論是多少錢 你一定要替我打他 那不是我死定的 二叔, 爺爺為了你的事 都不知道多擔心 昨天被人抓了 他又驚到暈了 那現在怎麼樣 他有沒有不理我 你跟爹說, 我是他親生兒 他不能扔下我不理 如果我們是不理你 就不會來看你 當然了, 大夫和爹診斷過 說現在, 似乎是盡了人事 那…大哥 就算爹有甚麼三長兩短 你也要照顧我 郡, 到這時候 你還做一句照顧我 又一句照顧我 你做出這種事 你一點內疚也沒有嗎 對了… 我不對, 我知道錯了 那行嗎 其實, 如果你真是孝順 應該早點救我出去 讓我有機會示喉爹 好, 當我求求你吧 二叔, 你放心 爺爺吩咐過我們要救你 我們會盡力的 好嗎? 秋英, 行才好 口口聲聲, 救他上來 現在盡情確鑿 怎麼救得 幾十歲的人還不夠生聲 如果爹有甚麼三長兩短 他這輩子都不安樂 爹, 你別那麼激氣 讓我去找死者家人 嘗試賠上安家費給他們 希望他們不會再追究 那也好 世多世少都無所謂 總之可以把阿昆的臭小子放出來 讓你爺爺不用擔心就行了 我知道了, 我還要去巡捕房打定一下 就算事主不追究 也要花錢疏通他們 二姑娘, 早晨 早晨 姐姐 想甚麼這麼快就走 不住多幾天 不住了 昨晚你家裡發生了這麼多事 免得當我這個行人在那裡 爹, 那個三少奶奶的甚麼表哥 說這裡接近政府機關 方便她應酬 一住就住了大半年 你是我親生的阿妹 不住下去就笨 不太好 傻姑, 先出去吧 好 你是不是前骨頭 這裡有大魚大肉 況且你又放暑假 怎麼回去捱鹹魚青菜呢 不要緊, 姐姐 我也習慣了 是你只是這樣 上次阿嫂帶阿寶阿朱來 他們都玩得捨不得走 那小女兒當然是貪新奇的 算了…免得勉強你 你回去吧 不要了 怕甚麼 昨天那隻臭臭臭臭臭 都讓開去了 況且你現在不拿 他都當我們有拿的 回去就告訴阿哥阿嫂 我有時間都不能回去 這裡有三十塊, 拿回去吧 拿著吧 名間說我這個外家女兒 眼尾都不少外家 太老爺現在正在病 我就不肯走開了 明斤分少了, 好吃虧的 師娘 老實說, 我們沈家這間蛋糕 是全城最大隻的 誰都知道的 這邊呢, 這邊轉個彎 就會是老太盈和老爺的房子 至於這間這麼有書卷 那就是四少爺的 是呀 老實說, 我覺得四少爺 是沈家最好的一個人 因為沈家裡面的會員都說我是傻的 但是四少爺自豪回來之後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我是傻的 是嗎 是呀, 他還有很多事很好的 傻姑, 你在這兒幹甚麼 二姑娘說今天要走 那我當然是帶他走壞整間屋 二姑娘 四少爺呢, 今早去哪裡 二老爺那件事一早就出去了 傻姑, 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出去就行了 你小心, 你的皮箱很重 你記得回來探望我, 二姑娘 我會很想念你的 你記得, 傻姑 記得, 再見 謝謝, 星伯 謝謝 這兩天在家裡發生這麼多事 還沒時間照顧你 你千萬別這麼說 對了, 二老爺的事有沒有辦法補救 我以為循報房是死者的家 希望是有的 不過始終是很麻煩的 我想你也不用太擔心 凡事盡了力就算了 我明白的 不過我一心不想和爺爺拜大手 誰知道家裡發生這種事 有時候小事的事很難說 或許可以說幸運 幸運你在那裡 否則你爹和爺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能是 對了, 我想他們一定是等你回家鄉 等嗎?就送到這裡就行了 好, 再見 再見 好, 爹 我四萬銀利的二叔 無謂花這種冤枉錢 甚麼是冤枉錢 你二叔到底是沈家的子孫 難道見死不救嗎 是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了, 老爺 所謂殺人填命欠債還錢 千錯萬錯都錯了二老爺殺了人 如果我們拿錢出來救他 豈不是縱容他犯罪 是 老爺, 二少奶奶這次說得對 我進門幾年而已 只看見你們為二老爺洗脫這樣 開脫那樣 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不可以說他自己是沈家的子孫 就為他傾家蕩產 你可不可以不要亂說話 這些事爹自己會拿主意 老爺叫我們出來就要給意見 你這麼不喜歡聽到我的聲音 你獨咬我一笨 別吵了, 你曾經犯過嗎 總之花這麼多錢 我是一萬個不贊成 二哥, 二叔的份量是欠不下 可是怎麼也要看著爺爺的份上 大夫也說爺爺不行, 只是燈日子 我們就隨便說些話騙著爺爺 說夠緊的就行了 昌華 你… 你怎麼這麼說話都想出來說的 老爺, 昌華這樣說也是為了頭家 現在家裡一日不如一日 大家都知道的 二少奶就說得對 知道又怎麼樣 你們一個二個只懂得洗, 懂得吃 你們有誰找個一分一號回來的 老爺… 教你二叔的事, 我已經決定了 大嫂 老爺 一會兒你拿地計和數寶出來交給昌櫻 讓她算一下, 看怎麼調動那些錢 知道了, 老爺 老爺 爹, 買了虛道那幾間店 早就賣了 先兩年了, 生意又不好 後樓那邊呢, 有兩條橫樑 不知為何無端拍攝 勾了一堆白蟻出來 收集又要錢, 開銷又要錢 結果就把那幾間店賣了 那在上前穿過的田地呢 有些是為收集祖墳賣的 有些呢 又幫你那個二叔和昌懷 雖然還賭債嘛 總之這幾年我們沈家 全無盡帳不得已 還要挖路盤出來洗出來吃 店舖的生意真的這麼差 你二哥三哥從來沒有幫過手 李大哥坐山的時候 三幾年搞得很風光 我可惜做得那個人少了 李大哥死了, 你又走了 我身體又不好, 精神又不足 正所謂力不道就不遺從者嘛 別管 他們兩個真的甚麼都不管 別提他們了 你三哥從討好三嫂之後 說話就越來越少 喊聲嘆你就越來越多 你二哥就經常求我讓他出店舖幫忙 如果我答應了他 就馬上抓了老鼠進米江 我對他真是心灰意難 現在沈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的了 對了, 那些帳簿和田契 你算清楚了嗎 算清楚了 如果要籌四萬元 就要把通達里的兩間店舖 和河尚村的三十畝田賣了 這樣才夠 我們就只剩下一間貿易行和一間祖屋 還有鄉下那間不值錢的石屋 看祖飯那間 我們以後就更加難上奸 錢那方面用了可以慢慢找回來 但是昨天二嫂三嫂所說的話 就未必不對 他們說的話也會不對 爹, 他們的出發點可能是自私 怕沈家的產業越來越少 但是以二叔這麼多年的所作所為來說 如果我們再幫他 他不是說的, 似乎是姑息養姦 暢應, 這些話不是你們做後輩的 是說的 他為了爭鋒俠殺了人 他要坐牢是罪有應得的 說是這麼說 阿坤畢竟然是我親弟弟 難道看著他坐牢, 看著他被判死刑 可以救得他也不夠嗎 好了…別說太多了 賣錢賣錢的事, 我有分數了 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救阿坤出來 讓你爺爺知道他沒事 就大鋒纜過這一關 也要先敬佛 找鬼, 你什麼時候嚇死我了 下手這麼漂亮的鬼, 我不踞 先進去吧 你先關門吧 表妹, 聽說你老爺 賣田賣地救他弟弟 你不說人事, 說起就把鬼火 他叫我們出去商量 我當然是給他意見 被他噴到一臉屁, 又激不激氣 不用激氣 我先去一趟 別啦, 人家都煩到死了 用甚麼煩 說個好消息給你聽 甚麼好消息 劉署長幫我留意到一份好職位 真的嗎 當然啦, 是福州財政局局長 福州這麼遠 遠有甚麼所謂 我去上任的時候 我帶你去 我等福州正式結婚 生幾個胖胖伯伯的小朋友 你說好不好 到時候你帶我去就算了 為甚麼你這樣說, 我是這樣想的 劉署長說, 如果快者就兩三個月 慢者就半年就搞定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只不過就… 又只不過是甚麼 這樣的, 劉署長托了一位 福州好華得事的朋友幫我 這樣就沒理由只得一把口 那又要多少花費 人家的職位這麼高, 出手不能太低 八百夠了嗎 八百夠了嗎 一千, 大體一點 一千 你不是說沒有吧 那又不是說沒有 不過我在想 你托上托, 也不知道是否穩固 當然是穩固 人家劉署長一年不知道賺多少錢 怎會自助我一千幾百 如果平時不是我跟他喝喝吃吃吃 職位在交情, 他怎會肯幫我這個忙 那好吧, 我明天給你 你呢? 表妹, 那我們先怎樣 表少, 這麼晚還來佛堂做甚麼 沒甚麼 原來和三少奶奶一起是嗎 沒有, 我剛才來上鄉 剛巧遇到我表哥 他也看見這麼晚又黑漆漆 陪我回房間而已 原來三少奶奶這麼神心 我見最近家裡這麼多事發生 那便來上主香, 求菩薩 保佑我們全家平平安安而已 原來三少奶奶對沈家上上下下都這麼好 平日我又不太覺得 表哥,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一會兒自己回房就行了 還有, 二少奶奶走的路 那些髒髒的東西就沒有了 你這樣說, 就是說我殺氣大 二少奶奶, 你誤會了 我是說你夠王氣的意思 表少奶奶, 表少奶奶 有甚麼櫃幹 沒有, 佛堂裡有幾隻肉香爐 不知道還在不在 二少奶奶,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沒有, 太老爺現在病到五顏六色 老爺又要為二老爺的東西忙到一頭煙 趁火打劫, 現在就最適合了 二少奶奶, 你這樣說就是懷疑我和表哥在那裡偷… 偷東西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懷疑現在是非常時期 當然要小心門戶 風少奶奶, 表少奶奶一見到我就急急地走落 我怎知道她是不是心有鬼 我唐家的人沒有那麼低裝 是就最好 不過沈家一天未婚家 一婚一毫一針一線都是阿公的 我當然要看緊一點 這句話應該我說得對 有人連冬菇豪糞都不放過 又何況那些古董玉器呢 二少奶奶, 我也沒空跟你說這麼多 我要進去想煮香才行 那你慢慢進去點清楚了 不要趁機收一兩件 你有數得計, 我也有的 臭婆娘明明拿點錢在這裡 沒有的, 放在哪兒呢 不要說的, 藏在這裡 你幹甚麼? 幹甚麼不好, 先拿錢出去做 你拿回來, 你拿回來 你再倒下去, 全副身家都被你倒了 你知道嗎?你不要妨礙了 我家裡找了這麼多人, 甚麼貨都出了 我不管, 你給我 走開 你只要那份賭光就好了 你連我那份私人也賭光 你真的不是人來的 你放不放手? 我不放 放手吧, 我不放 二少奶, 二少奶, 你沒事吧 多八幾個, 倒兩口都不夠 你幫我拿一份錢回來 二少奶, 二少奶給他錢 你給他吧 給甚麼, 多事吧, 放手 不是, 二少奶, 你給他吧 不是他會打我出來的 你給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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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 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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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華, 你真的不是人 那些是我的私人 你這樣也拿不到 你還回來 二少奶, 所謂嫖妥嫖妥 你還保留了我們二少爺一堆本事的東西 嫖妥 是呀, 好嫖妥好倒的又怎麼樣 這樣才像個男人的嘛 好過有些人 整天躲在書房裡 騙騙騙騙的, 一點用都沒有 連老婆, 碰都不碰一下 二少奶, 雙手怎麼又紅又腫 這樣啊, 像一隻蕭圓蹄 哦, 我知道了 當然是二少爺這樣來碰你 哎呀, 該會了 試試給我槍位這樣碰一下我 我頭也會令他 那又怎麼樣 夫妻呀, 打打鬧鬧很平常 俗語都有說, 床頭打架, 床尾和 好過有些人, 在家見到 兜口兜面連招呼都不打句 唉, 這些日子, 很難過的 阿三少奶 我根本就喜歡清靜的 我現在都不知道覺得多好 自由自在 是嗎? 哎呀, 那我又不是好覺 你這麼自在, 一早就去齋堂 大發修行 你進來, 好像手生寡一樣 真是可憐 三少奶, 糟了… 榮蘭, 撞鬼了, 幹甚麼 不是, 太老爺, 她不行了 太老爺, 別哭了 你嚇死我了 大聲, 還不哭 太老爺, 別哭了 還站著幹甚麼, 榮蘭, 走 太老爺, 別哭了 你丟下我們怎麼辦, 太老爺, 太老爺 嫂子, 你先別吵架了 昌, 昌還 他聽人說 成王廟的菩薩很靈 他特地替你作福 他沒用的, 死性不改 爹, 別這樣 太老爺, 走 姚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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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供吧, 太哥 你要乖 太老爺, 生性一點 你應成大功 知道了 大孫嫂 太老爺 這幾年來, 難為了你 太老爺, 你別這樣說 這是我應該做的 你要忍耐一點 手大 要做 你就有好日子了 大老爺, 你放心 我不會 大老爺, 昌… 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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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 我在這裡 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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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聽一下 不要去重慶 留在我家裡 幫… 幫忙一下你爹 和大嫂 不要去重慶 阿爺 快點答應一下 阿爺 快點答應一下 阿爺 我答應你 公… 公哥就… 安慌一點 昌慧 二嫂 三嫂 太老爺 你們要相信做人 阿爺 我們知道的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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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會想做八八九阿爺出來的 阿爺 爹 爹 爹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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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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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有灵有性的 以后就要看着我们才行 如果太老爷真的有灵有性 也要看着那些生性 二嫂三嫂一人小句 倒倒倒 太老爷也臨終了 還想着去賭 看看沈家父身家 何時被人拜得了 你说哪个 我说哪个 整个屋子是哪个字难倒 是人都知道 你说够了吗 我忍住你很久了 你别乱来 你试着碰上我表妹 我表姨掌不会放过你 我告诉你 他嫁得到我沈家 就是我沈家的人 平时已经够了刁蚕佩蘭 弄得我弟弟就去书房给了他 我忍着你来 我今天就要教训你 你想干吗 你想打人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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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人来的吗 我爹屍骨的尾汗 你们竟然在灵堂上吵圈巴斗 今天都是我太重用你们 才弄得你们这么不成体统 古语有云 百幸巧为先 你们平时怎样又是怎样不生性 我都不理 怎会搞得在灵堂上 动手动脚就可以了 这件事传了出来 沈家就什么都被你们吊清了 二哥 你又是过分点的 你还敢说我 他平时为你怎么都知道 你还敢说 老爷 我知道是我们不对 不过平时你不理事就不知道 查识我们这房人在这里不知多羞气 有人似着我家有两个抽钱 就比起我们的手 如果被我选 趁大家齐齐全全 就把家坛分开 免得你看到我们有眼冤 我们有羞气 老爷你答应我 气是没人让你受的 不过说到分家了 老爷 我也赞成了 二老爷的事大家都有眼见的 他今天就一筆债 明天就一场官司 左挖点右挖点 金山银礦都被他挖空了 何况现在 没人像他十足 也就是九成了 那我们这些 又不嫖又不烟又不倒那些 今天很不值得 你们说是不是 你说话不要这么值得 分就分吧 不要说我花大你的钱 二少爺 三少奶奶 你们不要再吵了 你看看 把老爷子气得一人小句 好吗 你一定是想我们不说 你现在大权在握 要是分了家 你再有这么多话说吗 老爷 这头家我真是不想当 我现在以退为进了 我真是不信你肯分一头家出来 臭小子 滚进去 阿爺 不要说我不做孝之言孙 是爹不让他做 不让他做事而已 老爷 老爷 阿昌华就是伤心过度 才是羽毛伦次 你别生气了 我终于找他 我终于找他 站在这儿 什么事啊, 老爷 我有事跟大家说 有我在生的人 都不准提分家两个字 知道了, 老爷 我出去找阿昌华 老爷, 我不要去楼 爹, 不要这么伤心 这天最多是你 不然你整天想着赌钱 那三少奶奶会整天追着我们 你说你是不是犯賤 你恶狗尾 我之前才被爹升原来霸 你不可以上升回来 你现在欺负我 你没用的 要恶就对外人恶 对着我恶, 有什么用 三嫂这个挖尾洞 除非没有捅他, 被我抓住 不然我一定会弄到他没有口味 一天都是你牛脾气的女士 刚才你眼见老爷这么生气 你就閉嘴 你还在吵什么 好了, 现在搞成这样 三少奶奶还在隔壁房 掩着一碗鞭嘴笑 你忍着她的口味才算 还有个大嫂, 吓吓用眼淚打人 我真的不想她多加这么久 一个仙也没放在袋上 你这么怒吵有什么用 这个时候你是斗智慧的时候 少不忍辞乱大谋 不, 你跟我跟我和老爷道具协 这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去…去什么去 反正让她趕回来, 我去摊一下 不, 守夜跪到天亮 我没那么笨 你肯定不听我的话 就算认错了, 最多是突然上山再认 这样也被你想到的 我真是伏了你了 等着宵夜, 叫傻姑娘进来吃 行了, 你去休息一下 我出去, 帮你看着 走 走 爹, 叫我们出来, 到底有什么事 榮颜傻姑 我先进去 好 走 走 你们一夜的尾七一座门 我叫你们出来就想告诉你们 大嫂要多给多点时间照顾姚祖 这头家她不想当了 是呀 大少奶这几年都是很辛苦的 不当家也好, 多点时间教孩子 大少奶, 有人恨你说这话很久了 我就是说大少奶努苦功功 说完没 我已经决定了 把这头家交给昌英館 什么… 你们有什么问题 老爷, 四少奶是有才学 都说到当家了 应该由掌主有才对规矩 二嫂, 原则你就是说 要交给昌华馆, 是不是 那他也是你的儿子 交给他 半年而已 全家都要乞食 华盈 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他们 不然他们什么都不做 让他们坐着吃 老爷 上次为了救二叔, 花了一大笔钱 所以家里现在的产业 只是正德、益达行和这家做屋 不是吧?那些甜蜜店都没有了 是啊 是啊 我早就说了, 不用这么冤枉的钱 救二叔 我们要成大斗人 现在没有田没有租来收 怎么过去了 爹 贸易行这几年的生意又不好 要再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的 就是不是办法 所以就叫他们出来想办法 我想过了 事到如今 唯有就是开源节流 除了要令益达行 搞好的生意之外 暂时每人每个月的零用钱 要减三分之一 那怎么办 不行, 平时我们都在乱乱 是啊, 四少爺 沈家说的都是大门大戶 只有这么少花费 怎么能见到人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不满意 如果不满意 可以拿本事出来 自己到外面找 我说了, 最坏都是二叔 要不然他怎么搞成这样 老爷 二…老爷他… 我一进门口就听到在背后骂我了 有什么事啊 君, 我回来了 是啊 出来就好了 哦, 阿星 阿星 馬上拿香烛出来 让阿君拜祭一下爹 哦, 大哥 你这么做就不错了 你怎么不等我出来再碰爹 二叔 阿叔, 你长官非也不知道他搞多久 与其要爹爹的遺体 停在宜庄等你 为什么不把他老人家 早点进土維安呢 不用说了 我们家裡但凡有什么大事呢 都说你们掌房自把自为了 阿群, 这次爹是被你激死的 你还说这些话 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话 麻烦你把素保和田计交出来 你想怎样 爹现在死了 那份身家我占一半的 律师我都带来的 拿出来吧 究竟算是冤, 还是算缘